消息就发生在昨天了 这是捷运机场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公安意外 编号406的桥墩在施工的时候突然断裂了 造成原本是在上头施工的五名工人 当场从五层楼高的地方摔下来 经过了紧急送医之后 还是有一名耐性工人宣告不治 意外发生过后施工单位检讨原因 初步怀疑可能是风势太大了 酿成了意外 原本五层楼高的桥墩硬生倒塌 整个横躺在十字路口上 遍地都是散落一地的钢筋零件 还有受伤工人留在现场的衣物 因为意外来得非常突然 五名工人从高处往下摔 造成一死四轻伤 整个是在做钢筋组装 就是向上组装的一个工程 那因为风向太大 风力太大 所以造成整个倒塌 那施工轮延整个被摔下来 被钢筋压到 所以造成重伤 机场捷运新装路段 走的是高架轨道 因此像这类的桥墩 都必须事先完工 而这个出示的编号406号 原本就是高度最高的一根 上午进行的是钢筋塔接工程 没想到发生意外 可能就是说它混凝土的胶柱 有没有 可能下面还没有胶柱 只有承受不了那个摇摆的力量 它如果下面它 它这个柱子是一节一节一节 这样有没有 用混凝土这样接起来的 那可能下面 就是可能还没有 还没有灌浆 还没有打混凝土 它会造成这种情形 这下面还不够坚固 意外发生过后 立刻清理现场 营造厂商动员大批工人 收拾残局 避免十字路口的交通受到冲击 只是倒了一根桥墩 其他相同工程 或许也需要进一步停工检测 才能确保同样意外 不再发生 暂时请不吝点赞 订阅